游刃嘉伦 迪丽热巴主演的与君出相识之欲交际已经完美收官 收视率和口碑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官方也趁热打铁 立马官宣下部恰似故人归定档4月4日播出 在播出两集之后 复现的戏份引发了网友争议 恰似故人归迎来了整部小说最高潮的部分 主要讲述任嘉伦饰演的常义与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相爱相杀 虐来虐去的故事 然而在最新播出的两集中 两人出现的时间还没有配角长 戏份也是被剪的零七八岁 有网友吐槽 复现的戏份过于多了 原著中没有的戏份也应给加上 男女主的一些戏份反倒一减眉 这不是妥妥的加戏精吗 观众们本来是冲着任嘉伦和迪丽热巴才去看的这部剧 结果两个人的戏份还没有配角多 看了个季末 本来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是这部剧最大的亮点 却被应声声地剪掉了一部分 两个人的感情变化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配角们的感情线反倒是非常的饱满 有头有尾的 似乎是本末倒置了 其实 就目前播出的两集来看 复现的戏份还是很合理的 并不存在什么加戏的行为 一部剧不可能只讲述男女主的故事 需要配角来调和一下 换一换观众的口味 如果只演男女主之间轻轻我我的话 观众们又会吐槽故事过于单调 看腻了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线 而且 恰似故人归中 几段复现的感情线也非常的令人感动 例如山猫柿子黎叔与玉玲失血三月之间的爱情故事就非常打动人 虽然没有跟长翼与云和一样虐来虐去 但也转足了观众们的眼泪 所以 这部剧的复现CP还是非常好看的 另外 它们不光是谈谈恋爱 同时也在推动着主线剧情的发展 对于整部剧来说一点也不多余 红花需要绿叶配 没有它们 怎么突出男女主的特别呢 一部剧的成功是所有演出人员的共同努力 不能够只把注意力放到男女主身上 目前 该剧只播出了两集 或许往后的剧情中男女主的戏份就多了 所以说 现在下结论还言之上早 等看完整部剧之后 再来评判加梅加戏也不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